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作战能力也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然而却有这样的一些战机 它们不但能够越级挑战 甚至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就在最近一则F-16 记录F-35的消息 不禁而走 引起了一片哗然 作为一款四代机 F-35无论在隐身能力 还是电子技术方面 都代表着美军最先进的技术 而F-16虽然曾经 身为美军的骄傲 但其已经服役超过了30年 是名副其实的老兵了 那么在这场空战中 老兵F-16究竟是如何打败 新生代F-35的 如此惨烈的战绩 又是否意味着 美军的四代机 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弱点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015年6月29日 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席卷网络 再次将备受争议的F-35战机 推上了风口浪尖 消息称 美军下一代的F-35战机 打不过服役30年的F-16 据媒体报道 美国空军在近期举行了一次 模拟空战 在此次空战中 一架F-16与F-35战机 进行了近距离的缠斗 以测试F-35战机的近距空战 F-35作为美军 发费巨资研制的 第四代隐身战机 代表着美军 在战机研制方面的最高水平 而F-16 作为美国空军主力战斗机之一 在海湾战争中 曾表现出超强的性能 即凭借超过一万架次的出动率 堪称美国空军的当家花旦 然而F-16毕竟已经不易超过了30人 采用的很多技术已经逐渐了不久 因此 在与F-35的对抗中 显然胜算不大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此次空战 最终却以F-35的惨败而收场 美国飞行员在测试结束之后 称 F-35这种昂贵的新式隐形战斗机 在转弯与爬升方面 表现非常糟糕 根本没有办法摆脱F-16的锁定 如果F-16从身后对F-35进行偷袭 那么F-35只有挨打的份 值得注意的是 参加此次模拟空战的F-16战机 是一架双座型的F-16D Block 40型 相比于单座型的F-16 双座型的机动能力要稍显逊色 而参加测试的F-35战机 则是一架F-35A 是F-35系列中机动能力最好的一款 不仅如此 F-35战机还是以干净挂载的状态 进入战斗 也就是说 其弹舱与挂架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弹压 与此相反 F-16则挂载了两个附属箱 对于此次F-35的意外落败 美军对外声称 作为一款隐身战机 F-35在设计之初 并没有把机动性放在第一位 因此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 不过 针对美军这种解释 有媒体认为并没有太多的说回 反而显得预感逆张 我们说呢 F-35是具备隐身能力的一个四代机 而F-16呢 是一个典型的三代机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呢 有消息说 美军的F-35战机竟然在训练当中 被F-16打败 并且呢 在这个训练当中 我们还观察到一个细节 就是打败F-35的F-16 可以说呢 是一个双座机 并且呢 携带着两个附油箱 那么这究竟是事实 还是说美军有意放水呢 他们俩到底比的是什么 比的是格斗 空中格斗 那么F-35这款战机 它本身的定位 就是它的擅长 它最长一项不是格斗 你要一个篮球运动员 经过我个儿比你高 我可能快儿比你大 他要去打一个全级运动员 他真不一定能赢得了 那么像F-16呢 有一句行话说 他就是为了空中缠斗而生的 你想它就最擅长这个 没错 所以说你让它最擅长的 去跟它不是非常擅长的去比较 那F-35要是出现这种 就是说失败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特别呢 我觉得F-35呢 它其实呢 比较强了呢 还是它这个对地面目标的 这种攻击能力 它上面携载的一个雷达 它甚至可以对一些移动目标 它有SAR系统 它那个就是 那个有颜向控阵雷达 那么它的这种功能 更多是说对地面目标的 这种精准的攻击 但空中缠斗 肯定的不是它的强项 但是问题就是说 F-35既然它的定位 是要将来替代F-16 F-18替代这些战机的 那么在这个状态当中 你为什么会又 抵不上F-16这个水平 所以大家疑问 是疑问到这一点 你的角色是将来要去替代它 去帮助它更好的执行任务 就是它过去能干的事情 你都应该能干 但是F-35这个表现的反而是不好 这个面对我觉得可能还有个技术上的分析 就是在亚因素的情况下 这个F-35的这种机动性能力 是的确是比不上F-16的 但是如果是跨因素机动 就超因素机动的话 F-35的能力是远远超过F-16的 我们说F-35被F-16所击败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其实美国官方的态度 也是非常微妙的 一方面它明明知道 F-35并不擅长于这种机动作战 但是它还拿它进行一个近距离的空战 同时即便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它也在为F-35进行着辩解 它说正是因为机动性能可能并不是很好 所以才导致了失败 我们怎么去看待美国这样的一个 比较矛盾的态度 那么它的定位它是一种多功能战机 那么你多功能 你就不仅仅说是一个对地轰炸 也有空中的缠斗 那么对于目标的一些攻击 那么这如果你要是到近战的时候 你到底表现的怎么样呢 那么美金必须要对它进行一下实验 并不是说你不擅长这个 那么我就不实验你 我觉得这是它美国一个可取的地方 F-35是刚刚装备部队 它很多的性能 它并没有把它完全摸出来 那么你只有在实验过程中 你才有可能发现它到底弱点在哪 所以后来它在结束之后 它不也做了一段总结 它总结说第一 它可能就是不适应这种近距的 这种空中的这种缠斗 另外一个呢 其实它也想给自己挽回点面子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F-35是多国联合研制的 又价格也比较贵 而且说这个号称说这个性能多么多么的先进 结果你连F-16都打败了 这个怎么脸上你也说不过去 所以它现在就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 说我不擅长这个 这么简单来讲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单从这个事件来看 一个四代机被一个三代机给打败了 确实让人大惊眼镜 不过呢对于F-35的失败 美军呢也给它找出了很多理由 F-35在此次测试中的糟糕表现 引起了一些美国政府官员的不满 一位民主党议员表示 F-35战斗机还不如我们几十年前的战绩 这让人感到担心 但让我更为震惊的是 在我们考虑大幅推进这个项目的时候 五角大楼并没有告知国会 关于F-35战斗机的这些不足之处 然而对于此次F-35在模拟空战中的惨败 F-35一体化办公室的负责人 杰弗里·哈里吉安少将称 采用测试的F-35战机 是一款用于飞行性能测试的原型机 并没有配备最新的系统 包括先敌发现的传感器 和具备离轴发射功能的空空打弹 不仅如此 这架F-35甚至还没有图隐身图层 也就是说 它并不具备隐身能力 美国空军表示 鉴于F-35并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来参加对抗 因此此次模拟实战的结果并不能说明问题 美军在一份声明中称 在此前进行的模拟空战中 F-35曾经凭借其先进的传感器 武器和隐形技术赢得了每一次胜利 因此他们坚信 在实战中 F-35将比F-16具有更大的图属 我们看到美军声称 参加这次模拟空战的是一款低配版的F-35 并没有什么武器装备 包括都没有涂装隐身的涂层 也就是说并没有具备隐身能力 那么没有了这些能力之后 我们还能把这架战机称之为F-35吗 如果要是它去掉了这些性能的话 就不应该说它是真正的F-35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F-35它最有特点的 一个是它强大的这种隐身能力 另外就是说它这种探测能力非常强 就是说远距离就可以发现目标 那么在这种飞机就是说 当你F-16你还没有发现我的时候 我就早已经把你看到了 那我就可以超视距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 所以说你连看到它的可能性都没有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F-35 就是说它最优越的这个性能 另外从它的这个机动性这个角度来看 它因为这个飞机它的推重比不是非常高 所以说它的机动性也不是非常的好 这个飞机比较重 它整个发动机的推力大概也就是129千牛 这样一个范围 那么这样一个推重比 它在机动性上灵活性上 它肯定不占优势 所以说它强调的这个重点不是说它的机动性 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这么一个低配比的就所谓叫低版的这种F-35 它又没有涂层 另外也没有强调它的一个超视距的远距攻击 你把它所有先进的性能基本都取消了 让它去跟它去格斗 我觉得那是在极力特殊情况下的 对它的性能的一种演示而已 不具有代表性 所以等于说这两款战机都不是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的 那么现在拿这样的一个低配版的F-35 进行模拟空战的话 真的能达到测试的目的吗 测试的主要类优势还是空中格斗 就缠斗能力到底怎么样 这个对飞机来说 对战斗机来说 就是来测试它的机动性 就是它的机动性能到底好还是坏 就通过这种来测试 但就F-35的这款战机来说 它有三种型号 有A B C三款 就这三款来说 我个人倒是觉得F-35A的机动性 应该远远要好于B和C 所以如果要去拿F-35 非要跟F-16去做这样一个测试的话 F-35A应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所以它关键是 它看测试的内容来决定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选它出来作为选手 去跟F-16去比对一下 去比划一下 尽管设置的场景可能有差异 背景也好 这个道具也好 可能不全货 但是该比划的 战机本身机体的机动性来说 F-35A肯定是三款当中最优秀的 所以美军选择这样的一个版本的F-35 来参加空战模拟测试 应该说也有着自己的目的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都是客观原因 其实这一次F-35的失利 也有一个主观原因 自身也存在问题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2012年5月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首次对外公布了一款 造型邪恶的飞行员头盔 据报道 这个头盔专为F-35的飞行员而言之 主体全部使用高性能碳纤维 外部共有16个凸点 其显示系统可以为飞行员 提供前所未有的态势感知能力 将空速 航向 高度 目标信息和雷达警告 均投射在头盔的面罩上 甚至还可以让飞行员 透视他们的飞机 远比传统飞行员头盔先进 然而 就是这样一款被寄予厚望的 化石带装备 却意外称为F-35的软肋 据了解 在此次模拟空战中 F-35的飞行员曾经报告称 由于头盔过大 而飞机的座舱空间太小 导致飞行员在向后观察时很困难 无法清楚地看到身后的状况 这可能是导致F-16战机 轻松击落F-35的主要原因 不仅如此 据媒体报道 在此次模拟空战中 F-35并没有开启头盔传感器 因此飞行员不得不用传统的方式 来进行态势感知 导致最终错失战机 不过 面对F-35出现的这些问题 美军似乎表现得并不太在意 他们声称 F-35作为一款隐身四代机 具备强大的超视距攻击能力 能够在对方还未发现自己时 就对对手实施毁灭性打击 因此 其在此次近距离模拟空战中 表现出的诸多问题 并不会影响它的实际性能 然而 却有专家指出 在面对同样式隐身四代机的对手时 F-35的超视距攻击优势将不复存在 届时 它将不得不与对手 展开近距离空战 而其在近距离空战中 存在的诸多弱点 将使其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我们看到F-35的飞行员声称的头盔太大 以至于在观察敌机的时候很困难 可是我们知道此前这样的一个头盔 其实应该是F-35的一个标志性的设计 或者说它是一个革命性的设计 但是现在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 会不会反而成为了一个鸡肋呢 这个作战飞机它头盔是干什么用的 过去一些对手的一些 对手战机的一些高度啊 航向啊 速度啊 这些东西都会在前面这一切 这个这张玻璃墙上 会体现在这上面 那么慢慢慢慢慢慢的通过这头盔了 所有这些信息都集中到头盔当中 这个这种设计是非常有革命性的 而且当时这款头盔的造价是非常高 公开报道的造价到了40万美金 而且也非常非常的科幻 整个技术含量角度是非常非常高 你说它戴完以后 头转都转不过来 看不清后面目标 我觉得美国的科技人员 或者一个最起码的战机的设计人员 我觉得它不至于会出现这样一个低级错误 这种错误显然有点低级了 但是比如说目前这款头盔正在适用 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肯定会有 我觉得这种新一代的战机 用革命性的设备 带来的肯定是革命性的变化 出现的问题应该是技术环境上的问题 我觉得有些媒体可能又是过于渗染的 这样一个东西 特别有些海湾媒体的话 我个人是不太相信 它这个头盔不仅集成了大量的信息 包括飞行的航线 航速 地面的目标 甚至身后的目标 360度环视 这些信息它都有 但这些信息很多 头盔也很大 那么对这个飞行员 它其实因为信息量太大了 它其实在处理上 它还给它带来了一些问题 它不太适应 另外这个头盔 它仅仅是一个显示信息 如果你发射导弹之后 它可以自动去追踪导弹 同时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说法 就是F-35如果面对的是具备 超时具攻击能力的四代机的话 那么它只能任人宰割 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如果说它遇到四代机的话 说它没有还手之力 我觉得这个话也判断的有点早 因为说实话 F-35刚刚的入役 它很多的性能真正还没有飞出来 这些先进的功能其实它在运用当中 都是要不断的开发 不断的去适应它 那么只有把它这些功能充分的开发 挖掘出来 才有可能让它的性能才能充分的体现出来 那么如果F-35真的遇到了那种 注重机动性能的四代机的话 它还有反手之力吗 应该说 那要看你怎么比较 我们过去更多的强调 打起仗来 就是单机对单机的 就是你是几代机 我是几代机 那么我哪个功能强 比如说我最初超视距 我先理发现了 那么可能我就占据优势 我隐身能力强 到了近距的时候 那么可能谁的机动性更好 导弹更好 那么可能我就要占一些便宜 那么这是从它过去的角度考虑问题 但是未来空战 我理解不是这样的 它更多 它已经把它理解成 它就是一个武器平台 它是多种武器配合作战 就是说有些武器 它可能是用来预警的 那么有些平台 它可能是用来近距的这种格斗 有些是超视距攻击 所以说你说这个功能 就这种飞机遇到了谁 它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觉得这已经是过去传统的观念 它更多是说 在整个的网络当中 它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它有可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所以不管怎么样 F-35被F-16击落之后 确实成为了一个话题 也让人们对于F-35产生了一些质疑 另外我们看到 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美军的四代机被三代机击落了 那么美军的另外一款四代机 F-22也曾经有过类似的遭遇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2014年7月14日 第49届范保罗航展隆重开幕 共有超过1000家厂商参展 多款明星装备纷纷亮相 为了吸引买家的目光 各厂商使出了浑身解数 竞争十分激烈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一架台风战机刚刚亮相 便吸引了众多的买家和媒体的目光 原来这款看似普通的台风战机机身之上 赫然喷涂着三架F-22战机的标志 而这样的标志则意味着 这架台风战机曾经击落过F-22 同期军演成为F-22的噩梦 四代隐身战机为何会被台风打得无理招架 台湖两两架某一个高度 做某一种机动动作的时候 它的供养系统会出现 美军四代机屡屡被击落 尴尬处境是否暴露其 不可战胜的光环背后潜藏缺陷 美军它恰恰是在权衡了各种因素之后 综合考虑 俄罗斯老式战机米格25 又是如何以一己之力阻击美军机群的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F-35大战F-16 隐身四代机对阵老牌三代机 本该是一面倒的战斗为何遭遇意外逆袭 你要一个篮球运动员 要去打一个群体运动员 他真不一定能赢得了 F-35意外落败 美军极力出面解释 分外主动的态度是否在欲盖弥彰 他现在就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 说我不擅长这个 低配版本不加野身 F-35身份遭受质疑 美军派删减版F-35进行模拟空战 是何愿意 如果要是他去掉了这些性能的话 就不应该说他是真正的F-35的 与同样身为四代隐身战机的对手狭鹿相逢 F-35是否真的毫无还手之力 沙场推出 惊天逆袭的王牌空战正在播出 除了F-35 美军的另一款四代机F-22 也有过被三代机击落的经历 作为视线上唯一一款 已经正式服役的第四代隐身战机 F-22猛禽的性能 无疑是已经得到了美军的认可 然而在与台风战机的模拟空战中 F-22却追踪以惨败的结果收场 一名台风战机的飞行员甚至挖过岛 他们在军演中吃了一顿猛禽沙拉午餐 F-22为何惨败于台风之手 在对抗三代机的战斗中 美军的四代机又为何会屡屡遭遇如此尴尬的处境 F-22是当今世界公认最为先进的隐形四代机 然而就是这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母型 这被曝光曾被欧洲的台风战机击落 2012年6月 同期军演在美国阿拉斯加如期举行 首次参加此次演习的F-22自然被美军寄引了后华 与此同时 德国空军则派出了他们的王牌战机台风扮演F-22的敌手 台风虽然是一款性能强大的三代半战机 但距离四代机的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因此在其与F-22对决之前 人们都认为F-22会是理所叮当的赢家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此次军演却成为了F-22的热梦 在军演期间 F-22不仅没有想象中的战役超群 甚至被台风战机逼得只有招架之力 最终被击落了多架 一名德国的飞行员甚至挖苦道 他们在军演中吃了一顿猛禽沙拉午餐 然而 对于F-22被击落多架的惨烈战果 美军却称 这一切是事出有因的 一名美军官员向媒体透露 在此次红旗军演中 F-22猛禽战机受到了诸多限制 由于飞行员没有穿专用的抗载荷服 因此美军要求 其在飞行时高度不得高于一万三千米 飞行区域不得比机场太软 而且在飞行中也不能做大幅度机动 美军称 正是由于受到这些限制 F-22才会遭遇被台风击落的结局 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 在美军的红旗军演当中 F-22在面对德国的台风战机的时候 吃了大亏 那么有一种说法是认为 这一次F-22是受到了美军的限制 那么难道真的是这些限制制约了 F-22战斗机的发挥吗 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些限制会发挥一些作用的 比如说把它限制了高度 就没有让它爬升到这个两万米 让它在一万五千米这个以下的这样一个高度 那么你的这个高攻高速啊 这个先敌发现呢 这个俯视的这种功能 那么肯定就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 另外呢它强调的是 也是相对距离比较近 它没有强调这个远距的这个 对敌方目标的攻击 如果你还给它限制 你什么时候进入空域 你在什么样的高度 那么你限制了你一些 比如说你隐身性能的发挥 你的探测距离远的这个发挥 那么一定程度上把你的优 把F-22的很多优长都限制住了 我们说美军的这些限制呢 实际上是为了保证F-22的一些安全措施 但是这些安全措施是不是也意味着 美军对于F-22并不是很有信心 F-22的地球有这个问题 实际上在世纪年前 当时就爆出这么一个消息 就是F-22在某一个高度 做某一种机动动作的时候 它的供氧系统就会出问题 我们知道飞机的供氧系统 那在高空作战2万米 甚至2万米高度 或者1万5 1万8以上这个高度 没有供氧系统 这个飞机飞行员就没法活了 那么一个它要为这些飞行员提供氧 另外一个它还是要抵御一些 有毒气体排进来 所以它跟我们想象的只是西洋 它概念还是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飞机就很怪异 总是在某一个高度上 包括这些你看 它现在是4万4千英尺 也就是1万3千米左右 那么是不是就说 在1万3千米以上 F-22一做这种机动动作 就会出现供氧问题了 这个东西也是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值得考究的一点 那么F-22的确在这方面是有缺陷 所以你看这次演习当中 做了很多不允许大范围的机动 不允许做再强烈的机动动作 这个离开基地范围也不论太远 飞行高度进口能的低 我估计还是担心它供氧系统还会出状况 美国一些飞行员也因为这些事情 付出了很大的一个代价 氧气系统到底怎么来去做一个备用方案 怎么搞一个备用的供氧系统 所以F-22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 所以在这次演习当中 他一定会去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说美军对于F-22的限制 一方面是治愈了它能力的发挥 但同时也是保证了它的安全 规避了它的短板 另外我们看到台风战斗机的飞行员却表示 其实F-22的失利还另有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性能并不及台风 究竟是否如此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台风是由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四国 共同研制的一种高性能战斗机 由于采用了低雷达辐射面和被动传感器等先进技术 因此具有部分隐身性能 据一名德国官员声称 台风还具有相当于F-22战机的90%的空战能力 以及远超过F-22的对地攻击能力 而一名台风飞行员也曾经向媒体明确表示 在不携带外部油箱的前提下 台风战机无论是在加速性能还是爬升速度 都要比F-22表现得更加优秀 不仅如此 据媒体报道 F-22目前使用的是AIM-120导弹 其最大射程大约为100公里 而台风战机使用的流星导弹 最大射程可达到150公里 这意味着在超视距空战时 台风战机也比F-22更具优势 然而面对台风比F-22性能更好的传言 有美国媒体指出 这其实仅仅只是台风生产商的一种夸大宣传 视为四代隐身战机的F-22 无论是在机动性还是隐身性方面 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我们看到台风的飞行员表示 在近距离格斗当中 F-22的性能确实不及台风 但也有种说法 说这是台风生产商的一个夸大宣传 对于这两种说法 您如何看待 我觉得是台风生产商有点太吹的骨了 吹得太大了 F-22怎么说 在这个性能各个方面来说 不管是机动性还是飞行性的作战能力 在这个领域当中也远远会超出台风 可以说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东西 我们从演习的情况可以来看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就是一个大人和小孩打 大人不允许动手 也不允许动脚 你只能坐着 那小孩可以拿刀砍你 或者拿水墙支你 完了以后说我赢了 或者说你说赢的时候 你都知哆嗦地说我赢了 但谁都知道谁输谁赢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就觉得F-22不至于到那种地步 我们从过去历史情况来看 F-22在过去的演习当中 第一次吃过两回亏 第一回是07年 就第一次参加空气演习的时候 当时被美军的F-15把他诱骗 当时F-22的飞行员有点大意 以为我肯定一定能打他 所以他就不断地诱骗 诱骗到F-22 近乎跟他很接近的情况下 在发动攻击 F-22是吃了亏 但是根本不是用F-22 最强项的力量再去对抗 那么第二回来是跟他自己的 EA-18G咆哮这个飞机 二者之间有个较量 但是当时这款飞机用的也是 AIM-120这款空空导弹 F-22是先发射完了 然后以为就没问题了 我肯定能打了他 没想到咆哮者的这种电子感染轮 是非常非常强 AIM-120发射出去以后 跟F-22就失去联系了 F-22以为他什么事都没有 可是没想到咆哮者也给他发射了一款导弹 而当时F-22的电子对抗系统 他主要针对的是俄式战机的 因为他的假想敌是俄罗斯 所以对自己的这种导弹 对自己的战机的发射的导弹 根本没有任何干扰措施 所以他被击落了 所以从以前两次演习的情况来看 F-22更多的是在可能某个战术 或者飞行员的某一个大役 或者说他要打的对手 根本不是他想要目前在对抗的这些对手 所以包括这次台风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足以说明 F-22的水平就低了 F-22一定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 性能最好的第五代战机 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F-35 我们发现F-22和F-35虽然都是四代机 但是在近距离格斗方面 确实能力比较弱 按理来说相关的技术 美国应该是走在前面的 但是他们的四代机 为什么都存在这样严重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有两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就是说不同的作战思想和理念 因为我们知道像俄罗斯的飞机 它特别强调这种机动性 还有空中的这种空空接机 然后缠斗能力 美国它不是这样的 它的作战思想和理念 就是说我要先敌发现 先敌瞄准 先敌攻击 另外它还特别强调它这种探测能力 而且美军它特别强调 作战平台在网络中的作用 它不是说我要发挥我这个平台到极致 我是要这个平台在整个网络中发挥到极致 所以因为作战理念的不同 所以对它强调的这个功能也就不一样 所以美军一直以来呢 它对机动性的这种侧重性不是非常强 这是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一种武器装备的研制呢 它也是很多性能的一种取舍 因为很多的这个作战性能啊 它相互时间是相互抵触的 你可能强调了这一点的时候呢 可能另外一个功能就同时受到影响 它可能就要下降一些指标 那么美军它恰恰是在权衡了各种因素之后 综合考虑 那么最后确定呢 它宁可发展它这种隐身和这种超视距功能能力 而相对的弱化了它这种近距空空格斗的这种能力 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权衡的结果 所以各国对于飞机的研制应该说各有侧重点 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种超级挑战 其实呢不仅仅出现在模拟空战当中 在实战当中也有些例子 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 1991年海湾战争中 一组由F-18大黄蜂和F-14舰载机组成的编队 从美军航母上起飞 目标直指伊拉克塔莫兹几地 准备执行一次空袭任务 然而就在美军机群即将抵达目标之时 F-14的雷达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高速移动的目标 短短一分钟之后 一架单枪P马的米格25胡胡出现在美军机群的前方 拦住了美军的去路 米格25单枪P马对抗美军机群 老旧不堪的苏式战机 为何做出如此惊人的冒险举动 其实它突击起那个过程 本身呢也对这个机群 这个飞行员也产生了很大的信息 也感觉到非常紧张 胡胡大闹美军机群 大黄蜂束手如色 本该是压倒性的空战 为何会出现如此戏剧性的一幕 美国人多少还有一点自以为是 这是不是一款逃跑的女格战机 大黄蜂被轻松击落 肇事者扬长而去 美军的明星装备为何会遭遇如此出人意料的结局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F-35大战F-16 隐身四代机对阵老牌三代机 本该是一面倒的战斗 为何遭遇意外逆袭 你要一个篮球运动员 要去打一个群体运动员 他真不一定能赢得了 F-35意外落败 美军极力出面解释 分外主动的态度 是否在预盖迷章 他现在就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 说我不擅长这个 第一配版本不加野身 F-35身份遭受质疑 美军派删减版F-35进行模拟空战 是何用意 如果要说他去掉了这些性能的话 就不应该说他是真正的F-35的 与同样身为四代隐身战机的对手狭路相逢 F-35是否真的毫无还手之力 沙场推出 今天逆袭的王牌空战正在播出 如果说F-35与F-22被三代机击落 只是模拟空战中的情况 可能存在着不为人知的隐情 那么下面这个战力 可是发生在真实的战场上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 伊拉克的一架米格25单枪匹马 杀入了美军的战斗机机群 不仅打乱了美军的作战计划 甚至还击落了一架F-18大黄蜂 最终竟然还安然无恙的回到了自己的基地 身为二代机 米格25此番自杀式的袭击 为何能创下如此惊人的战果 美国引以为傲的空军 又为何对一架性能不算先进的战机束手无策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 一队由F-18大黄蜂和F-14舰载机组成的美军机群 准备前往伊拉克塔姆兹基地实施空袭 然而 就当美军战机混合编队接近塔姆兹基地时 带队的飞行员突然发现 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一个高速爬升的目标 它一边加速爬升 一边将航向转向美军机群 其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经验丰富的F-14飞行员迅速判断出目标属性 伊拉克只有一种战机拥有这样的能力 那就是米格25 米格25是苏联研制的一款高空高速战机 其速度最快可以达到300个 由于在两一战争中就听闻过米格25的威名 因此美军飞行员早有对策 迅速把雷达开到最大功率 进行全域扫描 试图快速锁定来起的敌机 然而这架米格25却始终小心翼翼的 让自己处于美军导弹的射程之外 免遭打击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 米格25突然改变方向 高速横插进入美国战机编队中心 此时美军意识到 它的目标是动作缓慢的大黄蜂机群 由于原本计划准备进行空袭 大黄蜂挂满炸弹 很难进行机动规避 无奈之下 位于编队外围的几架大黄蜂 只能扔掉炸弹 改以制空方式拦截敌机 并迅速启动火控雷达 试图锁定来起的米格25 此时 那架来起的米格25 竟然开始逆时针转弯 在美军大黄蜂编队间闪转腾挪 居然没有任何一架大黄蜂 能再次锁定这架米格25 我们看到在海湾战争当中 伊拉克的一架米格25 单刀附会去挑战美军的F-18和F-14 按理来说 F-18是一款三代机 而米格25是一款二代机 那么当时 为什么伊拉克的飞行员 有这么大的勇气去猫这个弦 应该说 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因为当时伊拉克 其实就是有从前苏联引进的 这个米格25 那么它已经没有什么 特别先进的三代机 可以去和美国抗衡 那么它也不能说 它不出动也不作战 那被动消极的控战也不可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伊拉克的飞行员 还是挺有勇气的 它驾驶这个米格25 应该说也是独闯这个机群 但我们也知道 这个米格25这个飞机 它有它比较先进优越的地方 它是一种高空高速的作战飞机 其实当时研制这个米格25 是一种什么样的战场背景下 是当时美国的黑鸟侦察机 深入到这个前苏联的领空 进行战略侦察 但它飞行高度非常高 高度是三万米 飞行速度三马赫 当时这个苏联的战斗机 基本上够不到这个高度 也达不到这样一个速度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前苏联的研制了米格25 这个米格25 它特别突出 它高空高速的这个性能 它这个速度就据有关资料的 这个统计说 它最高能够达到这个3.2马赫 但这个时间非常短暂 在平时训练的时候 最多就飞到2.8马赫 但这个速度也是已经相当惊人了 当然它给这个伊拉克的 达不到这个水平 它高空高速这样一个飞机 就说明它的这个作战机动性 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FA-18呢 它主要是要对伊拉克一些重点目标 进行轰炸 就是对地轰炸的 而F-14呢 对它是进行护航的 是这么一个搭配 当时这个米格25迎面而来之后呢 它们第一个反应 美军的第一个反应 是先进行开 这个进行干扰 电子干扰 因为我们知道美军呢 它作战很有特点 它特别强调的这种电磁干扰 因为它觉得 如果没有电子战飞机护航 没有电磁干扰 这种保护能力 它都飞行员可以拒绝起飞的 那么它通过干扰 它避免的它发射导弹 把自己的一个把它击中 在这种情况下 米格25 还是这个进入到的这个机群当中 虽然有强烈的干扰 但是呢 它还是这个迅速的进行了判断 一定程度上呢 其实它突入机群这个过程 本身呢 也对这个机群 那个飞行员也产生了很大的勤力 也感觉到非常紧张 而且呢 它这种高空高速性 敌人的这个 就比如对方的这个飞机 比如说就把它锁定以后 它可以去 最快速度 它就可以摆脱开 所以说它也不容易被敌方击中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所以呢 这个双方呢 其实还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这种较量 我们说这架米格25的飞行员 对自己的战机是非常的有信心 而米格25也丝毫没有让它失望 我们看到呢 这架战机是横插进了美军的战斗机编队 并且美军的战机并没有办法锁定它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主要原因还是刚才钟老师分析的 就这架飞机的确是速度太快了 可以说用疯狂的两个来形容它 米格战机呢 它一直有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发动机坐得特别特别大 就发动机马力要足够大 有多大坐多大 飞机坐得能度有多小就多小 就像我们平时放在二体脚一样 我装的药编多 我里面装的小纸很少一点 它肯定飞得很远 所以这款飞机的速度的确是太疯狂 三马赫这样一个战机 进去以后对当时的F14 F18来说 它的速度的确是太快 进去以后密码就躲开 密码就散开 才能这种规避动作 而且呢 我觉得可能美国人多少还有一点自以为是 这是不是一款逃跑的米格战机 我觉得它一定会去这么去想 觉得可能是走错道了 或者是一下拼力了航向的一个战机 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这架米格25呢 确实有点让美军措手不及 然而让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 这架米格25不但是搅乱了 美国的战斗机编队 同时还击落了一架F18大黄蜂战斗机 米格25在经过一番高速机动之后 终于闯入了美军机群 并选定了距离自己20千米处的 一架美军大黄蜂作为攻击目标 尽管遭到了美军战机的强烈电磁干扰 但米格25的雷达表现的还是十分优秀 迅速锁定了目标 当火空系统显示 敌机进入导弹杀伤范围之后 米格25迅速发射了两枚R40导弹 伴随了一声剧烈的爆炸 那架大黄蜂瞬间变成了一团巨大的火球 在击中大黄蜂的瞬间 这架伊拉克的米格25战机 立刻以最快速度冲出美军机群 平安返回了基地 然而米格25击落F18大黄蜂的消息传出之后 却有专家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米格25虽然具备无法比拟的高超音速飞行优势 但是在美军的F18与F14这两种三代机的联合绞杀下 不可能轻松突进美军机群 击落大黄蜂 然后全身而退 我们说米格25击落了F18 一个二代机击落了一个三代机 这确实让人非常的惊讶 按来说F18它的机动性能也是非常好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这个虽然争议比较多 但是我个人觉得从一个佐证方面来 我个人还比较认可 这个事情可能是这么发生 为什么 因为当时驾驶米格25的战斗机的飞行员 叫达乌德 这个人回去以后在沙达姆时代 一直就往上升官升得特别快 一直最后官做到了空军副司令员 如果说他没有取得这样战绩的话 在当时的米格25 在伊拉克 因为伊拉克有米格25战绩 这个编队的实力是非常强健的 可以是英雄部队 这里的英雄太多了 达乌德一个人 不可能能获得这样一个荣誉 从这个事后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当时米格25的确是得手了 但到底是怎么得手的 我觉得可能是中国那句古话 叫螳螂捕蝉黄泉在后 我觉得他可能正面去打F-18 我估计他不具备这样一个能力 尽管当时F-18 因为执行的是去轰炸任务 带了很多的炸弹 然后估计油也装得非常满 的确是显得笨了一点 但是如果说很快 因为他有机群作战 还有F-14 所以说米格25当时是选择F-18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因为当时带的东西太多 东西带的太多 你的机动性肯定会去受影响 因为你的任务去过去扔炸弹 不是进行空中格斗 所以他就得手了这一点 我个人更觉得 他应该是绕开了整个机群 包括预警机对他的捕捉 趁后面 利用他的速度 对F-18战机进行了偷袭 应该是偷袭得手 另外我们看到一种说法 米格25在这种中低空状态下 它的战斗力将大打折扣 因此击落F-18的可能性并不高 对于这样的说法 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要两面的看 一方面我们知道米25 它是强调的是高空高速性 它中低空的性能的确是大打折扣 不是打一点点 它的性能其实不是非常好的 到中低空的状态 但为什么它能把这个打下来 我觉得可能有双重因素 一个就是说我们也要考虑对手 如果假如说达伍德 它是一个技术比较好的 而对面的是个菜鸟 刚刚上阵 那么它可能突然遇到这么一个情况 它的很多灵机反应 或者采取的措施不对 也会引起它就是错误的这种处置 也会引起它的最后被击落 我们知道比如说 它其实有一些电磁干扰的措施 那么也许它这个电磁干扰措施 都没有有效的发挥作用 其实当时达伍德去打它的时候 它用的是R-40那个导弹 这个导弹的性能也不是特别先进 它射程大概也就是四五十公里 这样一个范围 最后能够把它击落 我觉得一个是对方的飞行员 它可能技术不是非常好 或者说它处置不当 另外一个我觉得什么东西 我们看到的不如自己的飞机 就是第一代的飞机 打掉上一代的飞机 其实这也不是说仅有的案例 这种案例还是很多的 因为在战场上很多情况是你不能预判的 所以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性 F-16一举击落F-35 使得美国重金打造的这款隐形四代机 再次遭受质疑 然而这样 以弱胜强的空战并非偶然 在历史上 多款战机用事实证明 越级挑战并非不可能 在未来的空战中 还能否再次上演 类似的传奇 让我们事物未来 装甲战车从天而降 笨重坦克插上翅膀 究竟是什么 让陆战之王具备惊人的飞天能力 散兵铁骑现身联合军演 降落瞬间意外侧翻 首次露面的ZBT-03 为何会上演如此惊险的动力 恐怖火力借机实时挖跳 厚重装甲打造飞天壁雷 造成美俄空降战车 完全不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下期沙场敬请收看